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因为今天是周末前的礼拜五 照往常的惯例通常在礼拜五 他可能如果前面有比较好的涨势 礼拜五他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 周末前的节前卖压 我想这都很正常 但是因为昨天已经跌过了 所以今天的指数就顺势做了一个反弹 因为国际股市其实道琼都在创新高 虽然NASDA比较弱一点 但其实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跌势 雅股昨天是韩股跌的比较多 今天做反弹 其他的亚洲股市也都做出反弹 所以台股今天就顺势的 昨天一度跌了接近100点 今天就拉上来 涨了36点 而且今天是几乎是收在最高点附近 收在10506 又收回到10500点之上 指数的部分是连续12345 跟红K棒 因为昨天是开低走高 所以我就说技术物业 反倒收了一根红K棒 对多头的格局没有改变 连续五红均线之上 站在均线之上 而且成交量一直维持在 今天还是有1123亿 所以这个量都没有退潮 涨跌量都没有退潮 其实这个人气维持的相当不错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外资放假的过程 本土资金它陆陆续进场 接棒演出 所以OTC的部分走势也都一直维持一个 蛮强势的走势 当然前面这一波涨非常大 最近做一个横盘的整理 但是你去看横盘整理过程量没有缩 今天成交量还是有380亿接近400亿的一个量 都占到整理大盘的大概35%以上的一个成交水准 所以中小型股票在这边还是非常的热络 所以简单的结论就是这个行情 我希望我也认为指数它会还涨 涨的不会快 但中小型股票它会非常强势的演出 只要你能掌握到比如说人工智慧 或者是像光学镜头亚光最近飙翻了 水晶光学股什么先进光亚光 连一光连华金光都涨停板 所以只要你能掌握到市场的脉络 看到资金王什么风向球去去买 最强势的主流股的最强势的林涨股龙头股 一波一波赚下来 那可以赚的利润绝对是非常的可观 所以前面两三季中小型股票闷得要死 每天都去指数去大支的 我们小支的都没去 大家都很闷 我们的操盘的朋友 大家都已经闷了半年了 最近都非常的积极的在追赶之前落后大盘的绩效 因为除完息之后 本土资金突然间愿意进场了 中小型股票开始活蹦乱跳 那这个时候呢 只要你操作的顺利的话 赚个五成到一倍这个机会相当大 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那今天的亚光还是市场最强势股票之一 找盘最高冲了95.5元 那中场收92.9 中场还是涨5%非常非常的强 那带动整体光球镜头 往上做了一个强势的大涨 那如果你有印象我们在前天 我们说亚光涨到这边 你有持股你可以续报 等它涨不动再来卖 但是呢我们已经准备要布局一档 所谓的亚光第二 那在前天我们也利用 这个网路上我们用问卷的方式 邀请大家填问卷 带着你布局亚光第二 那节目中呢 我们用这个新朋友的见面你的方式 来希望把这张股票带给大家 让大家可以一同做布局 那如果你都要把握这个机会的话 那昨天你大概就有办法跟着我一起买 这一档3362的先进光 那昨天买还没赚哦 还没赚了我们是早一天布局 就是昨天盘后就公布了财报数字 第二季赚了0.62 这个毛利率接近3-4% 财报无懈可及 所以股价先跳空涨平板 那些中场所使的6000多商 台股今天真正的第一强的强势 而且比亚光来的更强 所以事实证明我们没有去追高 没有必要去追高 我们已经大赚一段的亚光 钱呢再转进到 会更为强势的亚光第二 那先进光那今天又再度大赚 再度大赚 当然这个股票我们等等再来谈 我们现在来谈就是说 昨天一度跌停板的四星 那今天开盘又跌了6% 那我大概就看了一下网路 昨天还蛮多人就 我觉得网路也很好玩 也很特别 有时候你也觉得他很没有理性 就是说前一天四星在涨平板的时候 那可能没有太多人网路上 说那个都是郑老师看好 所以说那股票涨停板 就涨停板了隔一天跌停板 就昨天跌停板 很多人就跳出来说 还都因为郑老师 所以说股票才会跌停板 所以说我们会觉得就是说 这个逻辑就是很讲不通 我们又没有追涨停板 所以涨停板也不是我们买出来的 我们是买在涨停板的前面好几天 就已经买好 涨停板也不是我们拉的 所以涨停板我们也没有卖 所以其实跟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相关 所以有时候就说大家有时候就说 不要去把电视上的分析师 或者投顾老师把它神化了 绝对说基本上谁看好的股票 谁买他就一定会大标 谁卖就一定会大跌 尤其是我喜欢带大家买的是所谓的主流股 有量有价的主流趋势股 它的量价是很大的 那往往都不是说我们的会员的一天的进出 或许我们可以影响到一个小波段的价位 一小段价位 但那个大波段要涨三成五成一倍 其实我们是没有什么影响性的 我们只是这个市场上的一个 善意的参与者而已 那我们在跟着市场趋势去买对的趋势 要赚这个趋势的钱 而不是说郑老师利用会员的影响力去买股票 让他涨 让他跌 我跟你讲 你们不要把我看的那么厉害 没那么厉害 所以掌型板 我开心的是我看对 而不是我把它拉上去 不是我把它拉上去 我们昨天买的 今天我根本没有买 会掌型板是因为市场力量拉上去的 因为人家裁判好 所以你们不要说 跌停板要怪我掌型板 就认为是我很厉害 对我厉害的是 我可以前一天买进 是因为我看对的趋势 而不是说我们很厉害的把它买上去 把它掌型板 那我卖也跌停板 那也没什么意义 所以不要把郑老师 或者任何一个分析者 头顾老师把他升格化 那都没那么厉害 所以同样的 你也不用跌停板 就来骂我 那说实在的也跟我没有相关 好 那3661四星 我们是买7月18号礼拜二 先买69块 然后之后呢 涨到759 那之后呢 涨停板来到79.4元 再涨到81块8 那85.9元呢 我们就获利调节一趟 我也诚实的说 我们卖在83到84 那当天拉回到大概80块附近 当天就有价差了 那之后整理 然后呢 我就说79 80 81 我们持续的回补持股 那成本我也都很诚实跟你讲 卖在83 84 79 80 81 我们持续的回补 持续的回补 然后呢 礼拜五最高来到85.4元之后呢 又整理两天 然后呢 礼拜三涨停板 所以我们是买在79到80到不到81块 所以这一根涨停板 其实也跟我没关嘛 我们只是持股续报很开心 就是会员 哇又赚了12% 就没有想到隔天 就昨天嘛 又跌停板 但是 我们也没有卖 所以你来骂我没有道理 因为这也不是我卖下来的 所以涨停板 我们看对 跌下来 当然我们也觉得 哎 怎么那么可惜 财报那么好 干嘛要顶 好 所有的看法都没有改变 我说财报相当的乐观 好 那今天又开盘 那我给会员的讯息 我就是说四个字 莫名其妙 财报好得不得了 那第三季推估的展望 也是好得不得了 那创意昨天公布财报第二季赚多少 1.29元 好那我给你看 刚刚这个录影前的最新公告的新闻 那四星公布了最新的财报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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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 上半年上半年 我们找一下 四星 三六六一四星 上半年的税后存益是1亿 大概3000万 1亿3000万 那EPS EPS 在第二季的部分 第二季的部分 是赚了2.14元 第二季赚2.14元 这个不是上半年 是第二季 税后的基本余赚了2.14元 那我再给你一次数字 创意第二季赚1.29 昨天公告的 四星第二季 第二季 第二季 这个标题写错了 第二季 第二季 合并营收 多少 税后存益 多少 多少 最后的EPS是2.14元 所以我们之前说 他的财报很好 昨天我就说 财报相当乐观 所以跌停板 说实在的 我也没追高 掌停板也不是我追的 跌下来 我们只是闷了一点 前一天的掌停板就吐回去了 但是我也没追 我们会员没有套牢 那今天再查下去 我给会员的四个字说 莫名其妙 我觉得根本就不应该要跌 所以说趋势不变 几跌加码 76元 这个价格就是我发给会员 买进的价格 我想 网路上 大概都很不难找到我们 盘中的抠讯的资讯 我想你要查证并不难 马上之后 一度翻红到81块半 这价差就5块钱 尾盘虽然又掉下来 但是至少今天地档买的都赚钱 结果盘后公布了 获利数字2.14元 我们之前预估说 最保守1块6 乐观大概2块 就这个2.14元 是远远又超乎了这个 市场的预期 又比预期的好 而且创意才赚1.29 今天股价多少 股价175块 那世新股价多少 今天呢 78块 那78乘以2是多少 都还不到创意的一半 所以我就说这种不合理 不合理 未来一定就是为做修正 所以呢 掌停板我也不需要你来感谢我 当然跌停板 如果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也不用在网上骂我 因为其实市场力量很多 我们只是在台面上你看到的其中 一小小部分而已 如果没那么厉害 没有办法去影响市场的价格 它的一个趋势 这个不是我们所能影响的 你来骂我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今天跌下来我们就买 那我相信礼拜一 绝对会还给我们一个公道 因为光是第二季的获利 第二季的获利2.14元 那下半年第三季会更好 到年底AI的新的专案订单都是满 那看起来这股价跟创意大有比较空间 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个四星的部分 我看法都没有改变了 创意赚1.29 四星六月份就赚了1.21 第二季就赚了2.14元 这个股价非常有看头 所以前两天就是说昨天跌停板 那今天早盘又杀6% 我说实在的很多人在问我是杀什么 我跟你说实在话 我也不晓得是谁杀的 那市场参与者成千上万 没有可能什么东西我们都会知道 但我只能跟你说财报数字 比我预估的还要漂亮 下半年会比上半年更好 所以没有道理说股价 它的价位就在这边就满足了 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我相信这股票会让会员赚很多钱 再回到光源镜头 那亚光我们是买在这一波的第一根 7月24号礼拜一 就是这次大行情的起涨点就这一根 我想全市场买在这一根的大概也只有郑老师 因为那时候光学股你看亚光那时候整理多久 那大家都只知道郁金光 那大家都忘了亚光 所以呢整理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 其实都没有人要去看他了 但是我盯他很久 第一根我就带会员镜头做买进57元买 那之后呢涨到61元 涨到61.6元 涨到63块4 涨到64.7元 涨到71.7元 那73元 当然我们卖早一点 就获利素金 那57到73 涨到接近三成 那但是我们之间也没有显测 就转到别的股票继续赚 那之后呢继续飙 这个后面越飙越快 79.9元 涨停板87.8元 那到今天再涨到95.9元 那这三根少赚了 确实有点可惜 但是呢 买的先进光 他也没有显测 昨天买今天涨停板 那也是实时的实时在再来赚起来 好 那亚光从54元飙到95.5元 我们是全市场大概真的有做到这一段 那没有完全赚起来 但是全市场真的有赚到的 好那 他已经带出光学股的主成段 因为包含今天联一光 这个3441 联一光 今天涨停板 3059 还有这个滑金光 也是车用的车载镜头的 也是涨停板 那最强势的先进光是跳空涨停板 跳空涨停板 这是我们最先亚光第二 跳空涨停板 所以代表就是我们是非常成功的 带着会员掌握到最强势的主流股 所以呢这个tempo踩得对 一档转完再转一档 那个速度是很快的 那亚光已经带领光学股 成为最强主流股 这一波一口气上就涨了76% 所以现在市场焦点已经不是手机镜头 手机镜头就是这个样子 双镜头3D感测就是这样了 再来是什么 比如说Amazon Amazon Go的无人商店 要用镜头做感测 还有3D感测会应用在不止手机 比如机器人或者是车子上面 车仔镜头未来是一块大主流 所以未来的应用是越来越广 只要是人工智慧 机器人对外沟通的桥梁就是眼睛 眼睛就是镜头才能对外去感测 才能做判断 所以这个镜头未来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在 因为AI的世界它已经要来临了 所有东西可能都会智能化 那当它都自动化之后 镜头无所不在 所以这个商机 不只是外面是手机 所以你看到的东西可能都会有镜头 所以会带来镜头的产业的 再次的大革命 所以之前主流股是郁金光 大力光 这波很明显的郁金光 大力光还在涨 但是主流是轮到二线的股票 所以就说继亚光飙涨之后 那我那时候就说要买的是亚光第二 给新会员当一个见面礼 那之后昨天我们就带大家买鲜金光 那今天跳空掌停板 雅光第二台股第一强 那昨天你有参与网路问卷活动的 或者是你有利用这一次的见面礼活动的 那如果说你都有买到了鲜金光的部分 那我想恭喜你跟慧云一样 都扎扎实实的就赚进了一根掌停板 真的非常非常的爽快 而且我们是买在前面 而不是说没有说当天买当天掌停板 那有时候那是要追高的 所以前一天买好 隔天财报发酵掌停板 那我认为礼拜一的事情大概也会有这种结果 那先进光为什么这么强 因为五月份本就赚0.17的 六月份的营收就创新高 比亚光还强 亚光六月份的营收是没有创历史新高 只创了八个月以来的新高 但先进光六月份的营收是创新高 比亚光更强 那六月份的单月份的获利0.29元 那亚光赚多少 亚光是赚0.32元 所以当亚光公布单月份获利之后 股价从七级一路拉到今天的95块多 但是先进光今天一公告 六月份的获利是0.29元 并不输给亚光 那么今天涨停板 七十三块四是顺利的刷新的波段新高的记录 比这边的高点已经过了 但是对照亚光是怎么标的 那获利差不多 而且营收比亚光还来更强 那当然这股价会有更强势的表现 那财报上的部分 他第二季的毛利率高达33.99% 就是几乎是34% 创下过去这几年来的单期的新高记录 这代表他的新的订单不只带动营收成长 而且利润更高 所以郑老师的股市超完新法里面有非常多的重点 其中有一个第三点 月牌前面的越重要 毛利率往上公司最标的 那产品涨价的股价最标 那毛利率往上公司是最标的 这代表他的产品结构非常的好 那获利改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获利三级跳 股价往往是飙涨五成一倍两倍三倍的都有 所以毛利率大好 毛利率向上的股价最标 所以今天股价是跳空涨停板 跳空涨停板 所以也欢迎领到这个给新朋友当见面 雅光第二的所有的好朋友 今天通通都赚钱 我想大家今天都非常开心 那我还是要简单的归纳说 台股会温和持续的还涨 这是指示部分 但内支他持续在增温 所以强势的主流题材会一个接一个 比如说这个礼拜 可能最强是光学股 之后可能AI的下礼拜 世新的财报那么漂亮 可能又要再封黄一次 所以这些强势的主流题材 不断在轮动的过程 你只要一档一档赚起来 那个速度是很快的 五成一倍两倍三倍都有可能赚得起来 所以真的要赶快跟上这个行情的脚步 那周末我想郑老师 今天先进光涨停板就是爽 就是爽 所以也借由这个机会 如果说你想要跟上我们的操作的一个脚步 跟上这种主流股的一个操作的一个行情的话 那周末会开放388的体验价 可以利用最棒最棒的体验价的机会 来成为郑老师的会员的一份子 那该在57块要买雅光的时候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 要在掌停板之前买先进光 我也会第一时间就提醒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就布局最详细的金平股主流股 但你大赚这一次主流股的主身段 那这个行情一定要赚起来 那周末开放388的体验价 自己把握这个机会 等会再聊加入股票 计时开始 下来不会用来探照哦 乐视C黄金比例叶黄素 是由Florago及Z01组成的黄金比例 一天两定给您完整防护力 并购专线0800-066-680 尝尝了火 102-2365-9333 要运动哦 就要走得更快的 来 更快的哦 好 等我一下啦 哦 你要再走几年 我是要走几年就走几年 走十年也没问题 哦 你厉害哦 你这么老走 你脚头有感动的条 大家平常时就要保用啊 灵活乐节一天两立 配方更完整 行动更灵活 含有四项高单位专利配方 UC2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机关萃取高单位使用补尿酸 纳豆萃取物有助钙质吸收 专利浆黄萃取提供舒适关键 利用专为素食者设计的素食乐节 专利配方低纳 低钾 低负担 定国专线0800-066-680 或上网搜寻长春乐火乐节 往内驚过一条 长春乐火 优优独之谣 欢迎回到现场 因为内支他已经全面归队 所以主流股会在各个新的趋势产业里面 做一个两性的轮动 一个接着一个往上飙 所以光球镜头飙了 AI飙了 再来升级股你要非常密切来做留意 那我说8279升展会是升级股的领长指标股 那昨天涨了7.6%最高来到135元的新高 早盘再创138的新高 那125到138会员已经赚了大概13块 那尾盘是收在135块 那第一季赚0.97 那昨天公布第二季的获利是2.12 那帮你选的这个公司获利都是非常好 那估计呢他的获利会高于大疆的获利 那他有云南白药的动能 有要用益生菌的动能 有冬虫下草全球唯一用人工培持冬虫下草的技术 所以三大动能都是全球领先 那股价呢 我认为中将要超越大疆 大疆目前股价是接近190块钱 那今天的伸展股价来到138的新高 那会员都是赚钱 但是股价离落后大疆还相当多 所以这中间还有蛮大的比较空间 所以升级股也是相当的 几乎会会大标一趟的赤子产业 再来缺货涨价的精品股就是大中 那今天盘中大涨7%再创94.3元的新高 那泰尔西的部分跟英特尔的新的CPU架构 将会推升MOSFI的一个需求 大概会比过去成长超过一倍以上 那需求增加一倍 但是目前是六寸晶圆细晶圆也缺货 材料也缺货 晶圆厂的产能也缺 缺的不得了产能不够 这个需求又增加一倍 这个产品它就会涨价 所以第三季再涨10% 那估计后面会持续的吃紧 所以下半年业绩非常好 所以大中的部分已经创了波段新高 我想这股票看起来最近 应该也会有一个非常强势的表现 再来比较低价的 我们之前小赚一趟卖掉 那今天再度买回来的是这一档 807的大一科 那从背光模组转型到车用领主件 今天二度进场 而且尾盘收在几乎是最高点附近 一买就赚钱 那它会是车用领主件的最强的转机股 那五六月份的营收 车用营收大好 年增率是37% 代表就是说它已经完全转型成功 那整个车用领主件的部分 在大一集团贯注业绩之下 业绩非常的好 那下半年是车用的旺季 营收越来越旺 而且今年要现金减资2.45元 是还现金给你股本变小 EPS会更高 又配七毛钱的现金给你 同时这前几天才公告 处分黄田的持股大赚了7块4 所以说又配现金给你 又要配息给你 同时还现金给你 同时又处分黄田大赚7块4 减资之后EPS会大幅度的提升 未来它应该会是 整个车用领主件的最强的转机股 这张股票我认为后面 会有非常精彩的表现 那今天最强势的当然就是这一档 那前两天送给大家的见面礼 这个362的先进光 今天跳空涨停板是台股第一强势股 所以要掌握这些主流股 那很简单 就跟着张老师一起来操作吧 那张老师今天心情非常的好 所以利用周末 帮大家带来388体验价的大优惠 那只有周末开放388的体验价 利用388体验价 赶快跟上脚步 下个礼拜带你布局最强势的 金铭股跟趋势股 祝大家终于快 下周一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